俗话说,真的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台湾车迷熟悉的福斯汽车 40年前以大众汽车之名进入中国大陆 成为第一家跟中国大陆企业合资造车的汽车品牌 也让汽车开始走进中国大陆的家家户户中 可说是福斯大众汽车 率先打开了中国大陆的汽车市场大门 但过了40年后 面对中国大陆新能源车研发科技的领先 福斯大众汽车不止出资7亿美元 收购中国大陆小鹏汽车的4.99%股权 也把重心放在双方针对电动车的合作开发 旗下福斯品牌及奥迪品牌 也分别和小鹏汽车以及上汽集团达成战略合作 未来至少先在中国大陆 合作推出两辆挂上福斯大众品牌的电动车 但骨子里却是小鹏汽车所研发的电动车 这跟过去丰田推出旗下BZ3电动车 其实骨子里也是比亚迪研发的电动车型 两者有类似的做法 但值得观察其实还有这些重点 难道福斯大众集团所研发的电动车 比不上中国大陆的新能源车 因此干脆认输合作吗 这样的做法也让人想起 过去中国大陆用乒乓外交 让世界认识中国文化 现在则是透过这种跟世界大厂合作的方式 让全世界知道中国大陆新能源车到底有多进步 其实根据路透社分析 由于中国大陆新能源车市场的增长速度快于预期 中产阶级族群已成为目标市场 但福斯集团先前在中国大陆所规划的车型阵容 却没想到这样的趋势 虽然福斯也积极推出ID系列电动车系 但这样面对全世界需求的车型 未必能符合中国大陆市场的预期 尤其是性价比取胜的中国大陆中产阶级消费群 更偏向于选购中国大陆又便宜又高科技的新兴新能源车厂 这次福斯汽车集团向小鹏汽车投资约7亿美元 以每股美国存托股15美元价格 收购小鹏约4.99%的股权 刚好闪过5%的举牌线 也就是福斯汽车集团可以取得一个小鹏董事会的观察员席位 成为小鹏第三大股东 但不用实际负责小鹏汽车的日常营运 只需要着重在双方合作的技术框架协定 根据这份协定 双方将推出两款归属福斯大众品牌的B级车 并在2026年上市 目的自然还是为了中国大陆市场 根据路透社分析 这是福斯大众汽车为了市占率所做出的前所未有的努力 在中国大陆市场上 旗下电动车销量远远落后于特斯拉 甚至也落后蔚来汽车等大陆车厂 此举反映出所有传统车厂以及外资品牌 在大陆电动车市场争夺战之中所面临的压力 40年前 福斯大众汽车集团 成了中国大陆汽车文化的第一块敲门砖 40年后 反而需要借由中国大陆车厂的技术支援 研发更贴近市场的电动车 对于这样的现象 有人说是认输 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说法呢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感谢您的收看 也请继续支持中天车想家 我们下次见